去年圆明会修正了原宝地开发管理办法条文 包括三组五年等待期 让族人可以减少时辰取得原宝地的所有权 14号上午收封山公所就举办了 109年度上半年的原住民保留地权状颁发仪式 一共完全有126笔土地的作业 由寿风厢长刘耀忠来亲自颁发 由公所圆明客业务承办员畅明 寿风厢长刘耀忠亲自颁发这张得来不易的权状给部落族人 刘耀忠一一表达祝贺 也感谢立委政天才在立法院的协助 完成了原住民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的修正条文 包括删除五年等待期减少时辰 让族人直接取得原宝地所有权 126笔的权状要搬发 这个过程时间可能会稍微长一点 这个办法这个权利的申请案件 审核 这个不容易 各位的祖先依赖下来的耕作 我们都需要保留我们的权利 所以这个政天的政立委 在立法院都替我们争取 原住民的争取这个权利跟贵予利 真的要感谢他 我们政府都很照顾我们的原住民 要保留我们实际更多的统地 要继续更多 以后拿到权杖以后 我们就要好好利用这个统地 来实际来更多 新年的2月1号以前祖先所耕作的这个土地 然后会由这个后代人继续在耕作的这些人 都可以放为这个原住民保留地 可是现在宽松一点 我想这个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土地审查委员 那我们过去还有5年的这个期限 那因为地方委员的争取 所以这5年的就没有 就改为直接发给各位的这个权利权状 一位参加颁发权状的部落部女表示 等了这张权状等了好久 不管如何 算是完成了长辈们的心愿 十几年了 大概是十五六年的时候 那这次有请到吗 就是婆婆死了以后才请到的啊 就是跟着政策走啊 他们政策是怎样 就是这样走啊 要不然怎么办 我们也不能怪他们说 那么慢还是怎样 这一次乡公所原住民保留地增化编业务 总共完成了超过126笔的原保地 乡长刘耀宗表示 未来会继续努力 也感谢乡公所承办客室同仁 与每位图审委员 大家一起为原住民工作努力 让族人们尽早领到原保地所有权 记者刘明胜 寿峰采访报道